欢迎收看股市中元 我是蔡俊源 这个昨天美股的一个重挫 这个台北股市今天一开盘是开低 那特别去留意一个重点 这个开低盘中最低是跌了127点 相对的呢 是影响到这个国际盘的一个状况 但是呢今天是收链跌幅 中场的时候呢是跌了48点 算小跌 那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 就是呢 今天是收一根红K 虽然这里有一个跳空缺口 但是呢今天是收一根红K 那红K的部分 如果就整个一个趋势的解读 它是一个中长线多方趋势 在保护短线形成了一个现象 那么第二个重点呢 如果今天是一根长黑K下来 那短线上代表空方的力道是增强 那有可能短线上的趋势被做一个扭转 但是呢今天是红K 那红K代表什么 代表它算是一个止跌跟止稳 甚至低价买盘有做进驻的一个情况 所以量人的部分呢也同步来做一个放大 放大到1151亿的一个现象 那今天呢实际上有很多的个股 在指数重挫之际 有很多的股票呢实际上是往上走的 甚至呢相对的强 那台积电昨天ADR跌了3个5个% 所以台积电今天相对比较弱势 那台积电呢今天跌了5块半 大概跌了3%左右 可是呢台积电的跌 反而今天的指数是收链跌幅 那代表其他很多的个股今天是上涨 去缩小整个跌势的加重 那但是呢弱的股票还是继续弱 有些个股呢反而它出现了一个 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多方的反应 甚至呢一个开低一个压低 甚至是一个机会 是一个好股低接的机会 那我们现在看2448的晶电 这档股票今天在破底 指数呢是维持一个多方的进行 高过高低越走越高 一个多头的格局 但是呢晶电的部分呢是破底 低越走越低 高点呢也越走越低 再度的出现一个创低 那最大的原因在哪里 最大的原因是它第四季 单季只赚一毛钱 前三季就已经赚了1.88 但是呢第四季只赚0.1元 第三季已经赚快2块 结果呢这个第四季 居然只小赚1毛钱 那大家市场上面会不会去猜 猜它第一季会不会变成亏钱 包含呢今天有一档个股也是一样 这个3527的聚集 前面看起来非常的强 有很多人跟你谈 但是呢直接跳空跌停板 原因在哪里 原因也是在于 获利数字 营收或者是呢殖利率 或者是呢它的一个 基本面的数字 前两个月呢亏钱 大家担心什么 大家担心 接下来会不会继续亏 那如果是亏钱的公司呢 股价在89块80几块钱 那当然 今天直接往下出现一个灌破 出现一个跳空跌停 所以呢这是盘面上的一个现象 它告诉大家什么事情 告诉大家 我们说呢盘面上有一个焦点 这个焦点就是我们在三月份 不断的提醒跟叮铃大家的一个焦点 我们说呢你要去找 获利有成长的 公司有赚钱 或者是呢这家公司未来有转机 或者是呢他之前赚钱赚了很多年 而且会一直成长下去 那这一类型的中小型的个股 会是股市里头最佳的一个赚钱的途径 那我们再来看 这档个股今天亮灯涨停 元大期货 那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于 它这个 公布出来 这边没有 它公布出来呢 它的股利政策 配了6.94元的现金股利 殖利率高达 如果以昨天的股价来做换算 高达了18个percent 那如果以今天 涨停满的股价来做一个换算 殖利率还有17.4个percent 所以呢他今天直接亮灯 前两天有一档个股叫精英 2331的精英 为什么会跳三根 从这个位置 后来讯息出来跳三根 原因是因为呢 精英的殖利率18个percent 即便呢 到今天的股价32.9% 他都还有15% 因为呢他大方配了5块钱的现金股息 所以投注你发现到近期盘面上里头 股价这个出现比较明显喷出 或者是正面反应的股票 大部分都是年报优的 获利数字加的 或者是呢殖利率非常高的 形成一个 排面上资金聚焦的一个方向跟重点 这里有一份资料 这里这一份资料呢 是差不多是特别特别 去整理出来的一份资料 里头现金股息 配了6.94% 殖利率17.4% 那还有一档个股呢 他配了股票股利 1块4的股票股利 那如果以他今天的收盘价来换算的话 股票的殖利率高达了10.8个percent 大部分都在配现金 这一家公司配的是股票 他配的是140股 一张配140股的一个股票股利 股价才十几块钱 12块多 殖利率股票殖利率10% 所以呢会不会是一个机会 另外呢现金股 现金股利的部分2块2 现金殖利率的部分9.21 包含像这里现金股利1.71 现金殖利率8.78 都是位阶相对比较低 而且呢股价相对位置低 而且股价还没有出现 比较明显大幅度的反应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细选 帮各位同学去筛选高值利率 高获利的标股的机会 另外呢这里还有一档个股呢 股价呢是相对低的一个位阶 非常低的一个位阶 前三季赚了0.69元 那股价大概是在20块钱左右 那你会说前三季赚6.9元 其实没什么特别 但是关键在第四季 第四季我们预估呢 单季会超过2块钱 如果假设一季呢 它的获利超过2块钱EPS的话呢 你认为它的价值应该值多少 超市认为它是被低估的 所以呢这份资料 对的趋势 对的产业 容易掌握住对的标股 同样的道理 在盘面上里头 对的方向 对的一个重点 跟对的一个聚焦的方向 容易掌握住 获利的机会 你看到像2841的台开 这里喷了6根涨停 原因就是因为呢 公布出来的一个获利的数字 去年8.13 8.13 所以呢股价的反应呢 从3月4号跳仗去 跳了6根 包含像最近期的 像2331的金英 跳了3根 那指数这几天是往下走 金电是破底 结果呢 有些个股却是往上走 它在反应什么 它在反应它的年报 它在反应呢 现金股息 它在反应它的高值利率 所以呢肖子特别去整理了 这份资料里头 要提醒大家 你可以免费来做一个索取 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们现金团队 帮各位去锁定 掌握住 未来 在3月底之前 年报优值的 尤其这里这两个股 第四季我们预估2块 但是呢肖子提醒再次的叮咛 我们说公布的讯息资料 一切以公开资讯观测占 所公布出来的数字为主 但是我们研究部预估 第四季 它因为呢 一个 一个 不错的一个进账 这个进账的一个部分 已经成为一个事实 跟确定的一个数字 所以呢很简单的 可以去评估出来 那如果假设第四季 这个2块加上前三季 那实际上股价位阶 还是相对的被低估 所以呢这样子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时机 都是一个赚钱的机会 掌握这里提醒大家 这样子的一个年报优值的个股 好好的把握住年报 好到破表 法人会青睐的 高获利的标股的一份免费的资料 那草老师提醒大家 你可以来做一个免费的 一个电话的索取 草老师提醒各位 免费来做一个电话的索取 如果你看到了 近期盘面上的一些焦点 像精英 包含像2841的台开 另外呢像今天亮灯涨天板的元大旗 或者是你看到像近期 这个殖利率非常高的 但是呢股价位阶却相对低 甚至呢年报有的还没公布的 可是它的数字是亮丽是漂亮的 超之帮你整理出来这份资料 里头五档 潜力的一个标股的一个部分 好好的把握住天外的一个波通 把握住这份免费资料的一个索取 准备是最重要的 诺雅不是下雨之后才开始照放舟 就如同草老师在昨天 昨天的节目当中有做一个预告 预告有一档股票呢 提醒大家 赢家团队当各位的一个靠山 提醒大家有一档个股呢 做一个预告 预告什么 预告呢 昨天的预告呢 今天它会出现一个跳高开除 那你会说 蔡老师奇怪 美股在大跌 美股跌了这么的重 纳斯达克呢 跌掉了4点多% 台积电ADR跌掉了5% 大部分的股票 开盘的时候呢 都非常的紧张 紧张呢 美股的重挫会开低 甚至重挫 那确实也是啊 确实大部分的个股 今天都是开低的 相对的比较弱 相对的因为受到了国际盘的冲击 那反而在昨天 蔡老师预告 预告说这一档浴火凤凰呢 它会跳高开除 后来今天果然又是一个验证 今天果然它开盘的时候 相对的出现一根 涨了半根的一个大涨 那中场的时候呢 大涨了4% 将近4%左右 一样是蔡老师的预告 那一样是昨天的一个预告 那今日的一个验证 所以我们不断的提醒 我们说 像这样子的个股 最主要它在反映什么 为什么它能够不为 美股的一个重挫 出现今天一开盘的一个跳高开出 为什么 因为呢它的价值 它前三季赚了2.41元 那第四季我们说 我们研究部的一个预估 会是一个量力的 它的营收的变化是如此 10、11、12月份 3月份 10月份成长了176% 11月份成长了234% 那12月份呢成长134% 所以预估第四季漂亮 那全年一整年 前三季已经赚2.41元 全年一整年 我们估4.67 那当然这个数字 还是以公开资讯观测站 所公布出来的数字为主 但是这是我们的预期 那如果同意你去想一个重点 如果假设我们 不加第三 不加第四季好了 假设我们加前面 它已经公布出来的前三季 2.41元 那么 它股价在20块钱出头 21 你认为是合理还是委屈 为什么它今天可以相对的强势 是因为呢 它长线的价值 已经出现了投资价值的浮现 而且呢可短可长 那公司本身呢 在台湾也是属于龙头性的一个产业的公司 同时 它也出现连续三年获利大爆发的一个情况 在大前年2.5元 然后呢在前年3.5元 去年 我们预估4元多 那股价在20块钱出头 所以我们才提醒跟定理大 我们说 这样子的个股不是只有你会被忽 不是投资人 你忽略它而已 甚至呢有 赢家的买盘 甚至呢有这个所谓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 这个长头的买盘 它已经悄悄的在注意它 它已经发现了 这样子的一个个股的机会 那我们说股价委屈 或者是本益笔箱最严重的低估 迟早迟早 会反应它 该反应的一个合理的价格 所以呢股价如果低 低位阶 而且两年都没有涨 两年都没有涨的情况之下 大盘已经涨到了 9700多点 涨到9700多点 至少这6609以来 6609以来 它至少涨了3000点 结果它呢 它股价呢 往下走没有涨 那没有涨的同时 赢老师说 不见得它未来不会涨 当如果它的价值 被市场做 这个所谓的一个锁定跟注意 那迟早会轮到它 因为呢 它严重被低估 本益笔相对的低 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 我们说 这样子的一个个股里头 赢老师呢 这一个预告跟说明 你会发现到 时间的拉长 一样是一个验证 而且公开在昨天 就已经做一个预告 那实际上 超市已经有给大家 很大的提示 你看到 浴火凤凰 西云初起日成歌 山云欲来丰满楼 行人莫问当年事 故国东来 故国东来 畏水流 浴火凤凰 故国东来 直接已经公开的做一个提示 这个是摆明 让各位同学 去了解到一个机会 而且前天 前天股价还重挫 当时呢 配发一块钱的现金股息 那少师说 现金股息一块钱 没什么不好啊 现金股息一块钱 它的殖利率也有4点多 台北股市平均殖利率 才3.3% 它也是高于平均值啊 有什么不好 所以呢 反应过度的同时 我们说呢 它是一个低阶的机会 后来昨天我们预期是个小红 它果然是个小红 那今天我们预期 会跳高开出 它果然今天又带 这个出现一个 跳高开出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 这份免费的资料 提醒大家 你务必来做一个免费的索取 今天超市开放100分的一个数量 这个都是呢 现阶段整个盘面上的重心 跟焦点 甚至有些个股 还乏人问津 还没被注意 但是呢 如果一旦被市场注意的时候 股价如果出现增加的反应 就是一个创造 财富机会财的时机 把握住电话的拨通 年报 好到破表的 或者是呢 高值率率的标股 高获利的标股的资料 把握住电话的拨通 100分免费资料的一个索取 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时机 那休息一下 我们经过广告带回来 为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喔 数位超一顶 生活更happy 好 年报好到破表的 一份免费的一个资料里头 都是高值率率的 高获利的 甚至呢 它的获利跟它股价是相对的被低估 的一个位阶 那低位阶的一个个股里头 少子也提醒大家 这份珍贵的资料 这份免费的一个资料 好好的把握住电话的一个机会 机会就在眼前 想要去赚取目前盘面上 聚焦整个方向重心的一个 标股的这个机会 把握住好 这个年报好到破表的 一份免费资料 100分免费资料的索取 把握住电话的波 春江水暖 鸭先知 故事多空皆有兆 筹码成算真名途 宗旨教化 基中险 圆满圆圆 古中情 动如先机 在其中 筹码大师 蔡老师 让您立于无败之地 稳中求胜 让您稳稳当当 赚大钱 出播 轮圆服务专线 02-2321-9933 02-2321-9933 理财新革命 投资新思维 改变就从现在开始 选队团队 轮圆投赋 为您精准掌握投资系买动 选择轮圆 让您财富轮圆 服务专线 02-2321-9933 02-2321-9933 02-2321-9933 李财周刊 与银家日报 hold住属于您的机会 现在订阅四期 李财周刊 加一个月银家日报 只要3288元 更多优惠方案 请立即拨打 特幅专线 02-2392-6680 02-2392-6680 02-2392-6680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和免费优惠 数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好 三个代表小小师提到我们说呢 现阶段整个盘面上的一个资金的重心 盘面上的焦点 都是锁定在去年数字漂亮的 或者是呢 殖利率高的 或者是呢 股价位阶低 但是呢 去年的获利数字 相对的被严重低估的 那为什么有些盘面上里头 个股的弱势 为什么它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弱势 甚至破底 原因也是因为基本面 它的数字 第四季赚一毛钱 赚一毛钱如何支撑 它会大涨 包含了像这样子的个股 3527的聚集 为什么今天会直接跳空跌停板 因为 这个今年的获利涨望 相对的可能出现亏损 市场上面的一个预期 那股价的反应呢 亏钱的公司 你如何再支撑它大涨 亏钱的公司 你如何支撑它股价 再往上做狂飙大涨的情况 很少 尤其它又是一个相对比较高价 八十几块钱 一二月份亏钱 亏钱公司 如何支撑八十几涨到九十几 九十几涨到一百 一百涨到一百一 一百一涨到一百二 亏钱怎么支撑 所以我们说现阶段 为什么有些个股 它出现一波的大涨喷出 像袁大琪 因为殖利率高 高了这个17% 18% 2331的精英 喷出了三根 为什么 因为殖利率非常的高 18% 17% 这个到目前为止 还有15个百分点 一个高的殖利率 所以我们说 这个是一个方向 是一个趋势 是目前盘面上里头的一个重点 趋势没有变 顺着这个事去做 所以呢 今天赵老师特别 帮各位同志们去掌握住 高值利率 高获利的一个标股的机会 那尤其股价位借如果又相对低 或者是呢 它的股价的一个位置 又相对的股价便宜 相对的被低估 或者是呢 这个我们预估这个数字 未来会得到市场上面的认同 而且呢 目前还没有公布 那你要领先市场 领先市场的是去卡位跟布局 你才能够掌握住 一个上涨的机会 一个喷出的机会 比如说像精英 如果你能够领先在这里 比如说像2841的台开 如果你能够领先在这里 事先的去解读 它去年的年报 如果非常亮丽跟漂亮 那股价位积又低 那就会是一个机会 会是一个布局的时机 会是一个布局的机会 而且呢 你特别去留意 现在目前距离3月底的年报 实际上已经剩下没有几天 礼拜五 礼拜一礼拜二 月底就结束了 剩下没有几天的一个情况之下 所以超市提醒他 我们说 就短线来看的话 如果他年报的公布 公布出来呢 数字是漂亮的 是亮丽的 那股价而言 应该也都是一个正面加分 如果他的位阶又低 那如果他本一笔又相对的低估 严重低估 那就是一个机会 所以呢 这份资料 超市提醒大家 把握住时机 一份免费资料的索取 掌握住高值利率 高获利的标股的资料 把握住电话的一个波通 而今天超市开放100分的一个免费的数量 好好的做掌握 那其中超市认为 这档配发股票股利的部分 相当的特别 相当的特别 有可能 会有高度的一个空间的期待 那另外呢 这档个股呢 目前市场上市场上面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第四季原来他这么漂亮 那如果当全市场都知道的时候 超市预期也是一个正面的反应 所以呢 你要卡位要卡在前面 要能够领先资讯领先市场 准备是最重要的 诺亚不是下雨之后才开始造方舟 股市最佳的赚钱途径 就是你投资一家会赚钱的公司 而且这家公司会持续的成长 是中小型的个股 那如果你都不知道怎么做呢 超市也欢迎大家 赢家团队刚刚当各位的一个靠山 把握住 这样子免费资料的一个索取 年报好到破表的一份免费资料的部分 把握住电话的一个波通 法人会青睐高获利的一个标股 值利率高 或者是年报好到破表 你可以把握住 今天超市特别准备的 一份免费之类的一个索取 那再来谈到了 昨天我们跟他们提到 浴火凤凰 西云出起日成阁 第一了 然后呢 礼拜一还出现一个重挫 重挫当天超市节目当中还告诉大家 请你留意好股低借的时机 后来这个 这个 隔一天收一个小红 收小红之后 礼拜二是重挫礼拜二 那礼拜三呢 收一个小红 今天出现一个大涨 那回顾一下 当时呢 重挫的那一天 会不会是一个机会 事后的验证 果然那一天是一个机会 而且超市在节目当中 不断不断的叮咛跟提醒 我们说呢 请你把握住 该掌握住的时机 目前他的年报都还没看到 千万不要等到全市长都知道 你才清觉到 那又非常非常的可惜 那今天这份免费的一个资料 年报好到破表的一份免费的资料 才有提醒跟叮咛大家 请你务必务必 把握住电话的一个拨通 掌握住免费资料的一个索取 今天这份资料呢 才有开放一百份的一个数量 里头呢 有标股的机会 把握住电话的拨通 年报好到破表高值利率的一个 标股的资料 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今天关系我们预助各位照顺利 下次再会 好 年报好到破表的一份免费的一个资料 那么今天这份资料里头 相当的关键跟珍贵 非常重要 盘面上目前的焦点就是呢 高值利率高获利的个股 那股价位阶如果有相对的低 或者是呢 凡人问津 或者是呢 不被市场注意 甚至呢 在不起眼的地方 那少时希望各位这么 把握住赚钱的一个 创造财富的一个机会 那么今天呢 这份免费的资料 来电免费来做一个索取 一百份免费资料的索取 高获利 高值利率 年报好到破表 一份免费资料的一个索取 理财新革命投资新思维 改变就从现在开始 选队团队 轮员投顾 为您精准掌握投资席买动 选择轮员让您财富轮员 筹码成算真名图 宗旨教化积中险 圆满圆圆古中情 动如先机在其中 筹码大师蔡老师 让您立于不败之地 稳中求胜 让您稳稳荡荡 赚大钱 出播轮员服务专线 02 23219933 02 23219933 理财新革命投资新思维 改变就从现在开始 选队团队 轮员投顾 为您精准掌握投资席买动 选择轮员让您财富轮员 服务专线02 23219933 02 23219933 预防停留感 请经常洗手 避免接触及喂食情鸟 不购买来路不明的鸡鸭而肉品 详细资讯请上房检局网站 或拨打24小时免费专线 0800 761 590 有标志安心吃 选择房检局屠宰 卫生合格标志禽肉 可确保食肉安全 鸭鸭鸭肉及蛋类要煮熟才吃 详细资讯请上房检局网站 或拨打24小时免费专线 0800 761 590 昨天说白啊 我已经找到几个业者 将我那块被污染土地整治好了 但是最近有一个神秘人 要用高架租我的地 我敢没当做一 土地乱租给不明人数 真危险 有些人校业者 会租土地来 望住了灰瓦灰气雾 所以土地除了不能乱租 地主还要常常巡逻出租的土地 哪怕我会造成的污染地主还能被滚 而且最多可以获得300万人 请再到保陆宿保陆宿 欢迎新鸣